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为大家总结一下本周重要的人工智能新闻。 一马斯克推出Grook模型。 本周,马斯克旗下的XAI推出了一个名为Grook的语言模型。 Grook和X平台实时连接,可以从推文中学习最新的信息。 目前,X平台的认证用户可以第一时间体验该工具。 很多网友为了体验Grook,还专门付费,成为了X的蓝色认证用户。 例如,这位网友要求Grook学习一本新书,Grook就会自行阅读并提供总结文字。 而以GPT4为主的大语言模型,却没有自我学习的能力。 和其他模型不同的是,Grook会以幽默和讽刺的语气回答人类的提问。 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了解详情。 2. XTTS-VR发布 近期,开源的声音克隆工具XTTS发布了最新的VR模型。 XTTS-VR新增了16种语言,其中包括对中文的支持。 此外,还支持跨语言声音克隆,以及更高的音频采样率。 和V1版本一样,只需6秒的音频样本,就可以完成语音克隆。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即可在Hugging Face体验该模型。 XTTS-VR的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分别输入文本提示,以及输出的语言类型。 上传一段样本音频,点击生成按钮,就能完成跨语言声音克隆。 开启麦克风,还能进行实时录音,克隆自己的音色和语调。 首先,试听一下音频样本。 The Hispaniola was rolling scuppers under in the ocean's swell. The booms were tearing at the blocks, the rudder was banging to and fro, and the whole ship creaking, groaning and jumping like a manufactory。 以及克隆后的中文语音。 你好,这是一段测试录音。 欢迎关注小微的频道,获得最新的互联网资讯。 然后,上传一段泰勒的语音,并输出一段中文内容。 我在泰勒斯威夫特,大家都叫我梅梅。 欢迎使用我的声音,制作有趣的广播和歌曲。 此外,OpenAI新推出的TTS模型,支持七种播报风格,已经可以在线体验。 如果你还有免费的API额度,就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输入APIP和需要播报的文本,就可以完成语音生成。 这里有一段中文绕口令,适合用来测试文字到语音转换系统。 四、四。 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 四十是四十。 四十四指十十字是死的。 十四指十四是活的。 十是求是,是十是求是的时事。 事实上是事实上的事实。 十十误者为俊杰。 十十十误者是实时的俊杰。 这段绕口令包含了许多相似的声母、韵母和声跳。 能够有效地测试一个TTS系统,在处理中文语言时的准确性和自然度。 三、GPTs正式开放。 十月十日上午,奥特曼宣布,向所有Plus用户开放GPT定制功能。 例如,一个名为Codactored的GPT,可以帮助医生分析患者的病例,并提出专业建议。 SummaryGPT则可以精确归纳研究论文。 由于GPT具备分享功能,任何用户都可以使用他人分享的GPT。 例如,GPT Hunter就是一个Custom GPT分享平台,收集了数百种不同的GPT。 打开其中一个GPT,点击绿色链接,就可以直接在ChatGPT中使用。 不过,GPT Hunter还没有分类,操作不是很方便。 四、ChatGPT Alpha内测。 本周,ChatGPT的多模态版本GPT4 All Tools开启测试。 部分免费用户会收到邀请,参与该模型的内部测试。 登录到自己的ChatGPT账号,如果中间出现Alpha选项,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ChatGPT Alpha集成了GPT4模型,以及所有Plus账号的功能。 用户无需切换,就可以实现附件上传、联网、刀E3绘图功能。 非常方便。 五、Human AI Pin发布。 10月9日,Human发布了一款穿戴式人工智能设备AI Pin,也被称为AI胸针。 AI Pin售价699美元,有三种不同的样式。 具体参数可在官网查询。 AI Pin的体积非常小,可以轻松附着在衣物上,带有很多传感器和一个小型投影仪。 用户还可以选购不同的组件,实现多种连接形式。 AI Pin内置了长续航能力的锂电池,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相机的分辨率更是高达4K以上。 激光投影设备则可以把数据、图像精准地投射到人们的手掌上。 指示灯的色彩则代表了不同的应用场景。 AI Pin内置了麦克风、扬声器、多种传感器, 以及八核处理器、4G内存、32G存储空间。 在应用场景方面,AI Pin可以用于实时翻译和播报不同的语言, 帮助人们突破语言限制。 或者使用摄像头扫描实物,准确计算营养成分。 以及作为隐私相机,拍摄高清图像。 目前,AI Pin的估值已经超过了85亿美元, 并和OpenAI、微软、Salesforce合作。 关于该产品的详细信息,请点击下方, 访问Humain的官网查询。 6.YouTube测试 AI新功能 本周,YouTube发布了两项实验性AI功能, 用于提高观众的互动和参与度。 其中,评论摘要功能可以自动总结评论区的主要话题, 方便创作者和观众互动。 用户在观看视频的同时,还可以开启AI对话功能, 点击总结选项,了解视频的重点内容。 或者以对话的形式,针对该节目和YouTube进行互动, 获得更多的话题推荐。 7.PCI 1.0 本周末,PCI宣布即将推出1.0版本的文本转视频模型。 从官方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出,PCI 1.0已经可以生成高质量的3D动画。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了解更多信息。 8.Olympus LLM 最新消息表明,亚马逊正在训练一个名为奥林匹斯的大语言模型。 Olympus有2万一个参数,也将超越GPP-4,成为世界最大的LLM。 而且,亚马逊还计划将Olympus集成到Alexa中, 为旗下的Echo等电子设备添加智能助手。 预计该模型会在12月上市,并应用到亚马逊旗下的各种产品中。 9.三星高斯模型 本周,三星公布了自行研发的Samsung Gauss人工智能模型, 并将会把模型引入到Galaxy系列手机中。 随着高斯模型的发布, 三星也将成为首家把大语言模型植入手机的厂商。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